我們談談港交所 我們剛才說到那個退市的情況 就是都有機會港交所受惠 現在升上2%的 報仇462元 Kinder問 它說走勢怎麼看 什麼位置買貨號呢 這些位置買的話就尷尬 因為的確市場仍然在關注中概股退市 正如剛才所說 會不會情況沒有想像中這麼悲觀 但是對港交所來說是比較有好處 因為其實大趨勢 就算談得好 未來的情況沒有想像中這麼惡劣 但是比例中概股 誰知道你之後會不會有反轉 不是退市那些 接下來要上市那些 你都要計劃回來做第二上市 作為一個安全點 所以港交所的IPO業務 下年應該真的會有氣息 但是你想想Furida問題 會不會很多人認購 回到上市是短暫會有一個離人 但是港股的狀況是否代表有一個大氣息 特別兩棍升上來逆市升了這麼多 這些位置短炒的港交所一定會有一個高追風險 所以如果你真的這些位置才中進去的話 你知道你是短炒 你知道你慢了 慢了做些什麼 以往的經驗都是這樣說的 就定好指示位 不要坐完之後變成一種 不要短炒變長宅 短炒的話 是還在衝上去的 四百五十元做指示 這些位置最 望四百八十元 我只能說沒有太多水位 但是十元在市房上 很刻意的 可能好過無鑑 所以你可以選擇 但是我寧願不做太多事情 因為這些問題的直播率 不是太吸引 沒想到 那其實不是太吸引了嗎 沒有 對 那一個 對啊 不是太吸引了嗎 有